在万众瞩目中,最新一期的皮筋斩棘的哥哥更新了,新一期不负众望依旧是看点十足,可能没看过节目的人会疑惑了,不就是一群老男人在一起K哥蹦迪吗?有什么好看的? 那时你还没看,芒果台是真的有点东西,八成风破浪的姐姐坐火了之后,一下又能请来三十多位男艺人哥哥,而且都是那个属于他们的年代,火遍了大江南北的人物。 沉浸时看这个综艺,真的是犹如演唱会现场,全都是神仙打架,他们实力强高可以让我们无视年龄,都好有韵味,好有才华,关键是一点都不油腻。 据说芒果之前找嘉宾的时候,定的主题就是去游,不能像隔壁追光吧哥哥一样。 当时王东城还很想要上节目,不过被婉拒了,因为节目组认为王东城就是属于那种有而不自知的。 到时候来,王东城在节目上线的时候,还发了一个微博表示自己要参加披荆斩棘的姐姐,看来也是对工作人员的话记得很深啊。 披荆斩棘的哥哥到目前为止,除了燃炸,还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,那就是既宝藏又惊喜。 宝藏到想要pick每一位哥哥,惊喜到尖叫想让他们原地出道。 达湾区以陈小春为代表的积极佛性派,快乐是我们的宗旨,乐观是我们的品格。 张静祖,能动手绝不逼逼的爸爸,和两个无法抑制青春期荷尔蒙的儿子。 连木和哈士奇的组合,每一组都简直是太欢乐了。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,芒果的综艺将来逃不脱撕这个主题。 上一季的浪姐能够关注度那么大,很大程度上,观众想看到姐姐们扯头花。 没想到三个女人一台戏,33个哥哥也可以组成一台戏。 在新一期,哥哥们的矛盾冲突随迟弹道,和林志炫同情室的赵文卓,因林志炫睡觉不开空调仪式,私下和其他哥哥们说了一嘴,引起众多网友的热议。 当时正是六月的海南,天气有多炎热,可想而知。 根据赵文卓和其他哥哥们透露,是林志炫自己不想开空调,因为开空调嗓子会干,她要保护嗓子。 过后,赵文卓只能自己去其他房间找空床位看看。 去到舒畅组后,感到他们不太习惯,就没有提出要留下,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该视频一出,许多网友纷纷对林志炫的行为表示不满,认为她过于自私,只顾着自己而忘记别人的感受。 但是,林志炫怎么可能会闭口不谈,等着被吐槽呢? 立马上线发了一条微博,还编辑了五次,称当时是赵文卓说,吹冷气不够养声,最好关了少吹。 所以自己就接受建议同一步开空调,并且还强调自己很喜欢吹空调。 一流的问号加上一流的表情包,毫无疑问是在内涵赵文卓说谎。 有人说这是节目组剪辑的国,因为芒果就喜欢搞这种冲突性。 但也有人说林志炫的话充满了茶言茶语,赵文卓不回应就默认了自己说谎,但回应了很明显就是撕破脸。 给人一种为这么点小事斤斤计较的感觉。 也有网友分析,要是赵文卓真的不想吹空调为了养声,那为什么要去干那个屋里吹空调呢? 在微博回应吹空调事件后,又有网友针对理想刘家唱歌一序拒问林志炫,是不是林志炫本人真不想让养位后备唱歌? 林志炫回应称,当时讨论的点不是让不让唱,而是已经给两位分了词。 讨论的只是分词怎么比较好罢了? 嗯,那看来当时林志炫说不让他俩唱歌的话,是芒果剪辑挂羊头卖狗肉啦? 哥哥们每一组的成员在娱乐圈的定位都古今相同,有不少哥哥都是演艺圈而非音乐圈的艺人,因此相处起来难免有摩擦。 林志炫所在的艺术家组就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分析,艺术家组被公认为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中实力最强大的。 林志炫是钢琴演奏家,林志炫是知名歌手,理想与刘家则都是舞蹈家。 作为艺术家组的组长,林志炫希望团队能够发挥各自的特长,达到扬长避短的效果。 他期望林迪能够弹钢琴,而理想和刘家则在自己身边跳舞就可以了,尽量避开唱歌的短处。 但很明显,理想并不是这样想的,也因此对林志炫的安排有些意见。 理想认为,自己来到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是想要寻求突破,只要能够开口唱歌,不论唱得好或者不好,对自己来讲都已经是成功了。 但最终节目呈现的效果是,理想回宿舍之后诉苦,暗示林志炫不让他们唱歌,就让他们纯伴舞。 以至于理想一时意气用事,说了就算退赛也不会跳舞。 这样一来,林志炫的范围又在暗示理想说谎,甚至有网友直接表示说,都别吵啦,干脆赵文卓一套太极拳,直接送林志炫回家好了。 这一段争执也是本期节目最大的矛盾,很多网友对林志炫的固执己见感到十分不满,也对理想和刘家的遭遇感到同情。 而这组里最忙的反而是李云迪,为了调节矛盾两头跑,除了这一组还有严承旭,这一组进展也不太顺利。 童年男神严承旭还在这期红了眼眶,严承旭所带组的哥哥们彼此客客气气,但都没真正融入,导致作品呈现出的效果不太好。 严承旭的性格一向害羞,整组在聊天时他也总是留理着。 但严承旭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,在老师说完,对他们组的看法之后就开始持续沮丧,更是一度丧失信心。 被踩的时候红着眼睛频繁眨眼,一副快哭出来的模样。 其实,这也本就是娱乐圈的咖位食物链,从流行花园出到至今,除开帅气之外,唱跳并不算专业的严承旭被队友全程恭维,让严承旭最后还是忍不住打破这种模式,表示更渴望指出自己的缺点。 不过要说披荆转旭的哥哥最欢乐的一组,那就是我们的大湾区哥哥们啦。 人傻钱多绝对是粉丝们的快乐源泉,没搞懂规则就奔放,紧拍,无人组花了全部活力值,买下了自认为最简单的一首3189。 陈小春还一脸兴奋地表示,没有多难唱,超级简单。 结果到了声乐课上却被告知,这一首是最难的,几位哥哥当场实话,满面愁容的,坐在地上记歌词的样子,真是又惨又好笑。 说实话,3189不太适合大湾区组的曲风,节奏,音调和普通话,三大挑战,就连唱跳剧家的陈小春也难以驾驭,歌词都读不顺,更别说又唱又跳了。 但是呢,自己花了最多的几分抢来的歌曲,哭着也要练下去。 虽然其他组们偶有摩擦,但是大湾组就纯粹是舒适了,他们秉承的就是快乐就好,是节目里面的反内卷达人,还有就是节目的人气王菲张奇莫属啦。 其实在节目筹备之初,虽然作为黑豹乐队的主唱,但摇滚又偏近于小众,他的名字并不被人所注意。 作为老牌乐队的主唱,在首播后,张奇的表现秒杀节目中不少人。 虽然已经40岁,但是外貌,声音状态保持得非常好,选了不少粉,节目组也从中看到了张奇的高人气,似乎临时剪出了不少张奇的镜头加入到正片中。 所以在看第二期节目时会发现,张奇有的镜头清晰度忽高忽低。 哥哥们的音乐大合奏,张奇的演唱带动不少哥哥加入其中,看得出来人缘也是不错的,唱歌实力也得到再次展现。 大家一起无拘无束唱歌的画面,简直是太赏心悦目啦。 于是乎,这个宝藏哥哥终于藏不住啦。 短短几天,他微博涨粉十几万,连夜见了超话,连同20年前的作品都被拔了个底朝天。 期待见到哥哥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啊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。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,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通哦。 我们下期再见啦。